南加州北一女校友会日前召开新闻发布会 公布2019年校友会的五项主要活动 并且提供了多元化的资讯 南加州北一女校友会当日邀请了拥有19年教学经验的王浩兰 介绍餐桌礼仪以及社交礼仪 这其中包括身体姿势、用菜时的整个顺序以及社交细节 校友会会长陈采峰表示 今年该会将举办多项创新活动 透过多元的媒介鼓励在南加州学的年轻学妹加入校友会 架构平台帮助他们求学和求职 那我们今天主要是要介绍我们今年度的校友会活动 今天是第一个社交礼仪美资活动 那么主讲人是Maggie Wang 那我们接下来第二个活动会是在5月18号 北一女玩很大及绿园活动 绿园活动绿园市集是我们参考现在非常热门的 居家整理断舍离 那么我们希望鼓励校友们整理他们的居家的多余的物资 那么提供给有需要的校友 那么第一再来是9月14号我们的年会 那么最后一个活动是12月7号校庆卡拉OK同乐会 南加州有很多我们很杰出的校友 我们希望结合所有的校友的力量和智慧达到两个目标 第一就是帮助我们的年轻校友 不管他们是在就学就业的方面给予他们辅导 第二就是结合校友的力量不但回馈母校 同时也能够回馈这个社会 因为必须我们居住在美国 我们所有的生活都和这个社区息息相关 今年的五项主要活动除了当天的礼仪讲座 还有今年将首次举办导师计划 给予即将步入社会的年轻校友 以及校友第二代一对一的指导 协助他们寻找实习以及就业机会 5月18号将举办北英女玩很大及绿人世纪 邀请校友设计一支游戏组队参赛 动手动脑活动筋骨 整理家中的多余物资捐给公益团体 有关校友会的年度活动详情 您可以登录屏幕下方的网站进行了解 中方电视裁缝报道